江南的六月天 俗称黄梅季节 天气阴停不定 时而微风徐徐 时而暴雨肆虐 这样的天气里 衣服自然是不干的 因为天无三日情 因为与神是永恒的主角 各位 说到与晨 那就不得不提到福西了 据华夏上古神系艺术记载 中国的与神福西 并非我华夏族首创 其原型来自印度 当地人称为伐楼那 创世之初 他被认为是与者之主 场馆天空 与水 与正海洋 其实就是银河 以及四季昼夜的根系 但是据史料记载 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 随着印度圣经费陀经的出现 最高天神被换成了师婆 此人掌管毁灭和审判 并能赦免印度人的罪孽 据史料记载 从这师婆的肩上诞生出了皮尸奴 而后者则创造了这个世界 世界出创 万物需要羽露的滋养 所以有一天 提尸奴从手腕上 取下一粒菩提树的种子 将其放入宇宙海中 很快 大海掀起了波涛 并从巨浪中诞生出了伐楼 在这里 伐楼那不再是宇宙之主 而是变成了一个二代神 其神格也被大幅度缩减 只负责放出宇者 顺便监护江河与大海 据变异的印度什么艺书记载 大概是中国的东周年间吧 法楼那因不满权力的大幅度缩水 跑到中国 被当地人称为夫系 当然 他还是主管行云不语 只是兼职还款人间的道德 各位 这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的 因为中国人向来认为 鱼属于无根之水 是干净和纯洁的 所以 它是可以用来洗涤人的罪恶的 能把你的灵魂冲刷干净 所以 与神福系更有了一项新功能 捍卫人间的真理与公正 当然 既然到了中国 那一切自然都得入乡随俗 据史料记载 后世的儒学家们 给与神大人弄了个母亲 还说人家大白天的到处乱跑 并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条青色的飞红 觉得很壮观 回到家后便怀孕了 十二年后 生下一神子 取名福西 此人据说是个大长脸 长得一张龙的大嘴 想象不出长沙哑 乌龟般的牙齿 这个真心没见过 胡子很长 一直拖到了地上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 福西开始统治中国 他跑到竹林里 根据鸟兽和竹叶的纹路 演绎发明出了八卦符号系统 另外 他还发明了鱼王 教会了民众打鱼 有钱了就能娶媳妇 所以他有了个媳妇 叫女娲 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是兄妹 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蛇身上的两个头 反正是神话 谁也没法考证 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 那就是他的主业 行云不雨 作为雨神 他在下雨前总喜欢打雷 仿佛在宣告天下 我福西来了 所以至今在上海苏州一带 老百姓还把打雷称为霍西 当然这是阴迹 当地人肯定能听懂 各位 打雷就是打雷 为啥称为霍西 别忘了 雨神的名字就是福西 用无语讲 不就是霍西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